这个啊就是传说中的中华神仙美食三不三 很多朋友啊都只是听过 却从来没见过 首先呢我们准备五个土鸡蛋 五个肉鸡蛋 只要蛋黄不要蛋清哦 把蛋黄都取出来 倒入一个祖传的大碗中 看完这个视频啊 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肉鸡蛋 跟土鸡蛋搭配的朋友啊 可以评论区留言 再加入白糖 土豆淀粉 自来水也给它往里怼 精确的配方品的啊 我会写在视频的最后方 用打蛋器打蛋黄和生粉啊 就可以省去用蜜肉过滤蛋液的步骤 打好的蛋液呢 我们用勺子啊 把上面的粉末给它打掉 接下来啊 把锅给它滑一下油 热光冷油的道理呢 大家都懂 我就不跟大家废话了 开小火啊 把我们的蛋液 丝丝纷纷的往里倒 晃动一下锅 让蛋液在锅中受热均匀 再用勺子去推动一下蛋液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蛋液啊 它会粘锅 我们用勺子直接往下铲 铲着铲着 它就不粘锅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从锅边啊 淋一点色热油进去 用勺子啊 不停地拍打里面的蛋液 就像拍皮球一样 拍着拍着 锅中的蛋液啊 就像我勺中这样子 金黄剔透 看着特别的食欲 而且啊 还不粘手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 我们用锅铲 给它压成一个蛋银状 继续晃动锅 给它煎制半分钟 然后把蛋银给它翻过来 把另外一面啊 也给它煎制个30秒 按上几颗枸起 增加层次感 有条件的朋友啊 还可以给它省点黑芝麻 赶紧收藏起来吧 红星点不点啊 不要紧 只要大家能学会 那就行 虽说叫扇不扔 其实哪里都不扔 不扇手 不扇牙齿 偷弹乐华 巴水